从军行 我们都知道 这天子可是皇帝的专属尊称 但在唐朝 居然有一位诗人 被他的粉丝们拥护为诗家天子 这分明是在赞赏他诗歌天下无敌嘛 这么霸气的人物 不 很抱歉 他不是浪漫潇洒的理白 也不是那忧郁深沉的杜甫 而是王昌陵 凭什么 就凭人家另一个尊称 七绝圣首 能将李白杜甫的风头都盖过 王昌陵还是很有两把刷子的吧 谁让人家运气好呢 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圣唐 在那样的盛世里 连以肥为美的美女们也都不再淑女了 她们特别奔放 而且居然还热衷于疯狂赛马运动 所以这老爷们们就更不能示弱了 文人们不但要保留师叔 还得披着上盔甲 就是七言绝句 七言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每句话只能有七个字 多一个都不行 而绝句呢 就是这首诗只能有四句 由最厉害的七绝高手 王昌陵来填写最流行的从军行 这简直就是绝配了 所以王昌陵一口气写了七首从军行 几乎啊 每一首都是精品 我们今天重点讲解的就是 从军行其四 青海 长云 暗雪山 蔚蓝的青海湖上 漂浮着绵长的白云 白云的阴影让雪山都暗了下来 青海 长云 雪山 多么壮丽的边塞风光 可为什么要写雪山暗淡呢 看来是连日的打仗 不能回家 让作者的心情也是一片阴暗 果不其然 紧接着下一句就说 孤城遥望玉门关 作者站在孤独的守城上 远远的望着玉门关 哎 玉门关这个地名 大家想必很熟悉吧 王之冠就说过 相敌何须 怨阳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李白也说过 长风几万里 吹渡 玉门关 玉门关 你凭什么这么火呢 哎 就凭人家地理位置的重要了 玉门关是从中原通往西域的碧京关卡 西边是西域他乡的暗云雪山 而东边呢 则是家乡的桃红柳绿呀 在孤城遥望着玉门关 分明是在痴痴的帮着家的方向 至身军营 王长龄怎能体会不到士兵们的思想之情呢 但是 想家归想家 作为圣堂的战士 还必须战奋起来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即使黄沙把我们的盔甲都磨破了 不把楼兰城攻下 我们就死也不回去 这个中字啊 就是结束生命 死的意思 有人说这首诗抒发的是悲语 也有人说的是壮 圣堂国力空前强盛 与外敌作战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而这些累累战功 都是用士兵们的鲜血组成的 除了悲壮 我们还能用什么更贴切的词语 来形容这首圣堂军乐呢 我们再来看一遍 从军行 青海长云 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 终不还 绑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